好,再来我们介绍科学家凡特赫夫 在1887年的时候提出了渗透压公式 他的研究发现 水分子通过半透膜进入溶液中 就好像气体压力对活塞往上推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溶气内有两个液体 用半透膜隔开 然后把半透膜想象成活塞 这两个液体就想象成气体 水会通过半透膜渗透进入溶液中 蓝色是水 所以把这个活塞就半透膜往上顶 就像这样 就是有个压力把它往上顶 所以凡特赫夫把它想象成气体 所以他发表的渗透压公式跟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式完全一样 状态方程式就是PV等于NRT 而渗透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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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我们做个转换 把体积移到右边 所以渗透压等于 末素除以体积乘以R乘以T 而末素除以溶液的体积公升 就是体积末溶度 所以渗透压等于溶液的体积末溶度乘以R乘以T 好再来继续推导 也可以这样子哦 压力乘上体积等于溶子的末素 溶子重再处以溶子的分子量 乘以R乘以T 把分子量移到左边 体积移到右边就变这样子 渗透压乘以分子量等于 溶子重除以体积乘以R乘以T 溶子重除以体积就是密度 所以压力乘上分子量等于密度 乘上R乘以T 好接着我们看 凡德赫夫渗透压公式的适用条件 一定要是稀薄容易 因为这样才接近理想容易 就是溶子跟溶剂混合之后 分子间的作用力等于单独溶子或溶剂存在时候的作用力 好再来 溶子必须是非挥发性的非电解值水溶液 再来我们看现代测量渗透压的方法 在一个钢制的容器当中 用半透膜隔开两个区域 这里存水 这边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